好,歡迎回到新一集的動漫萬歲,又說又說心 是這個,你請說請 你先,你先 我是這個黑井樽競爭戀愛世的女生 是 我很喜歡黑井樽主任,我很想在她旗下那裡做事 黑井樽主任那種武姓真是不得了,多謝 多謝各位,多謝 是 EBISODZ,實在太好看 好看到我每天可以開一集,開一次來看的L不會 好,先說回收聽方法 在Facebook上,搜尋電腦,拖聲就找到我們的Page 會定期update節目,另外當然有這個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收聽,按鈴鈴,留意更新 還有Facebook的綜合討論區和MiV的吹水群 加進來回答所有問題,審批過後就可以進來聊天吹水 另外,逢星期五就好像現在這樣開live做節目 或者播放我們預先錄製的節目 星期六會開個live跟大家吹吹水 還有就是,請大家支持 另外,網台經營困難 大家如果想支持我們,當然除了share subscribe我們的節目之外 也有餘力歡迎大家透過詳細介紹 讓人們的Payme和PayPal連結贊助我們 一百幾十場人下載你們的支持 我們繼續努力製作節目的最大動力 好,多謝大家 那,又令到頂分了 每季完結 回顧一下我們幾個有看 和覺得好看的作品 那,看到呢 上次就一次過講了很多套 今次我分兩個禮拜 一來就,有些作品是未完的 差一集 所以就不想不下 不如等它完結再講 所以就退了下個禮拜 那,另外有些呢 就是呢 我覺得如果一晚內講了那麼多套 我不夠時間去招呼它 所以我要分兩個禮拜 我有幾套要分兩個禮拜 那下個禮拜有多點時間去招呼它 那,有些看到整套火 真的要講一講 那,今個禮拜就先講一些 講一些開心一點的東西 那,今季供應服 那,當然 你看一下這個禮拜 我們本身季初的時候 是放在頭 但是現在不見了那些 你看一下有哪些 有哪些你認為是出事的 你可以猜一下 下個禮拜 上季開球的時候是否在這 好像不在 是啊,那時候 因為Elon會頂你肩說了這個Slow Loop 是嗎 是嗎 對,那時候沒有空 這次有你 這次終於 一套一套開始了 第一套先講了一套上季沒有講的 這個呢 說回海豚 極力推薦之下 我去了看的 就是這個 小太郎一個人生活 那是Netflix的原創動畫系列 聽到這個名字都起起地說 但是其實間中都會出好東西 這個就是好東西來的 原來是漫畫改編的 那呢 這個故事呢 簡單來講就是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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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很up-up的公寓 那 有個 那看到 黃色頭髮那個 是一位 老島漫畫家 那 又 混不到女比女飛 然後畫些漫畫 長期沒有連載 被個 編輯 就踩到地底泥 就很頹 那 某一天 有個 小學生 就是中間黑色頭髮 那位 叫做 這個 小太郎 他就突然搬進來住 而搬進來 搬進這個公寓住 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他自己住 他自己住一個單位 他一個人住 那 然後 引起了這個 漫畫家 還有其他鄰居 包括隔壁那位 人中之龍 這樣的阿叔 還有這個 另一位粉紅色頭髮 陪酒小姐 的好奇 那究竟這個小太郎 是有什麼原因 會單獨來一間公寓住呢 還有 說說小太郎 和這班人的日常生活的好事 那 那 就這樣聽到這個簡介 好像很穩 好像是一些輕鬆 輕鬆日常 或者一些溫馨番組 但是 我想說這一堆溫馨裡面 底下是有毒 是有毒藥的 你咬下去那一刻 是會捏東西的 因為呢 因為他的背景 因為後來 他由第一集開始慢慢滲出來 就是 就是 小太郎 其實是 為什麼要去到一個人住呢 你都猜到 是有些奇怪 有些特別原因的 那 那果然呢 其實都 都是 跟那些 跟他父母的關係 出了問題 是有關的 甚至乎 那 中間的雜數 就是一路就說 他怎樣 跟這些鄰居 慢慢成為一個 類似家人的關係 就是 譬如這個漫畫家 就會 本身 因為這間公寓 是沒有 沒有洗澡房的 所以呢 他 又不想丟下這個小孩 不管 雖然很頹 很廢 但是又不想丟下這個小孩 不管 每晚 都會 逼這個小孩 一起去這個草堂 一起洗澡 對 那就變了 慢慢變成了 你一個定番的 一個 一個活動 這樣 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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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有得很好笑的 就是他 他第一次想起 他第一次 小太郎 他第一次 有一個錯過 他心想 這個小孩不會關我事 然後他想起自己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被人 就是 被人 被人 分手 那女 那次 我好像沒有戴套 不會關我事吧 然後 小太郎 就說 不是呀 我不是你老爸 你不是我老爸 你節省一點 我不是你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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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那些 不知道哪一件事 罵得傻了 那個年輕人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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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忽照顧確定 HKHO 其實是屢次的 就是 他 後來 然後 一直 說這些 例如 人中之龍 其實 把小太郎 投射了自己的兒子 然後 培酒小姐 慢慢 也有些武聖地 想去照顧小太郎 他們相處之間 慢慢慢慢滲回小太郎 他過去就知道 很糟糕的 他過去 就是 那 我又 不穿的 那些 我講幾 講少少 譬如 就是 有 他呢 你也會覺得很奇怪 一個小孩 會住在一間公寓 那些生活費怎麼來呢 原來 每個禮拜 就會有一間律師行 就會定期找一個人 就去派這個 就去 有一塊錢 就去交給這個小孩 做這個 做這個 做這個生活費的 還要 金額是不少 足夠他一個人生活的 那 但是這筆錢是怎麼來的呢 那 還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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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行 那些律師呢 就 就 吩咐那個 交錢給他那個 那個 那個 女的 她是否叫律師 都 都算是律師來的 跟那個 初手 新手女律師說 你 總之就跟他說 是那些 善心人士捐錢給他 你 不要說那麼多 還有他 他來到的時候 如果你去到的時候 他一定會搞一個 很熱烈的歡迎會 去歡迎你 譬如他 他會 就是 小太郎會唱了歌 然後又 又送禮物給他 然後又 又在那裡跳舞 這樣去歡迎 歡迎他 這樣 那 一方面 其實小太郎呢 他那邊就是 小太郎說 想多謝這個律師 不是 一方面多謝律師 一方面就說 如果 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我想那個 善長仁庸應該是 你應該會幫我 把那個心意傳達給 那個善長仁庸 這樣 然後又會 每個星期都寫一個日記 去交給他 然後又搞到 知道真相的 那位新手律師 那個良心很痛 但又不可以告訴他 就是類似這些故事 還有 還有 還有就是 阿小太郎呢 他說 也在那裡 看到 得瑞でした 我現在已經跟漫畫家說,因為第二集已經說到漫畫家已經播到最後一集了,要收檔了 不會再有下一季了 然後漫畫家說你沒事吧,你好像很喜歡這套東西 然後小太郎就說你放心吧,我已經越過了這個晚上要靠看電視來維持開心狀態的年紀 暗示他,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人管他,他只可以靠看電視 神經病,我上已經跨過了,不用看電視都過了一個晚上的日子 對,多少歲 因為他其實暗示他以前是到底他父母曾經怎樣對著他 你知道他是...你剛才說的就是他寫到的東西就是平衡到 他有些位置是真的很成熟的,譬如照顧自己方面 這方面我覺得是有點誇張的,譬如自己煮飯 你看見到嗎?4歲 4歲 他寫著 野元新之座都5歲 神經病,好像是個中佬一樣 不中佬都高中生 對,初小 我覺得初小還可以勉強給他,但他現在是4歲 4歲自己煮飯 然後自己... 他已經懂自己格價 自己生活基本上沒問題 4歲 對,我再強調一次,野元新之座是5歲 他4歲 我4歲的時候做什麼?還在挖鼻屎 對,因為... 同時就... 但同時也有展示他童真的一面 譬如他對將軍超人的喜愛 又或者...其實他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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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很成熟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 他始終都有小朋友的一面 就是有一些東西是... 不是... 不會那麼... 那麼... 那麼理解到 就是突然間... 譬如...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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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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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之龍這個人呢 常常都想控制他 想... 那他當然是很抗拒的嘛 那他拿他那把... 他是會拿他那把玩具刀呢 就是... 其實他那把玩具刀是完全沒有... 沒有任何威嚇性可言的嘛 但是他真的好像拔刀斬那樣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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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 就是他... 有時是會見到...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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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些經歷而變得成熟這件事呢 我覺得那個平衡的成分是平衡得不錯的 嗯... 不是呢 都... 因為他所謂... 他強調一個人生活啦 就是因為他... 他真的除了... 雖然呢 這... 後面有講到呢 這三個人呢 或者... 後面還有其他的鄰居呢 都慢慢變得... 好像跟他... 跟他熟落 好像真的一家人那樣 那但是呢 他是... 始終... 始終... 都叫做... 最終都是鄰居而已 始終不是真正的家人嘛 那所以... 有時是總會見到他很浪漠 很...很慘的 就是... 有時你會看到... 看到他的心痛的 就是... 譬如有一道就是他... 他... 走去一個百貨公司那裡 好像... 這個就比較像年輕仔呢 一開始 問過... 問過哥哥 就叫他給他一個輕氣球 然後呢 然後呢 走了之後呢 然後戴了一副超限回來 就說我又要拿到氣球 然後他走了回來 戴了帽子就說要拿到氣球 然後就不斷化了幾次 化了幾次以為自己很高明的妝 就拿了一堆氣球走 他本身打算... 接著他還要跟職員說 我拿到一個是給姐姐的 我拿到一個是給爸爸的 我拿到一個是給媽媽的 就想... 哦... 接著... 唉... 我拿到一個是給我氣球 但是見他... 見他死碎了 就照給他 知道嗎... 到下班之後呢 他經過一間公園 然後那個年輕仔呢 發現那個年輕仔拿著一支氣球 然後... 然後... 他... 他見到那幾個氣球 一用marker 畫了幾個人樣子上去 然後分別寫著 爸爸媽媽媽 姐姐 然後他就在那裡拼千秋 然後... 然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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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就是... 哇... 他就是這些喔 一句... 不用特地... 加一些... 真是很... 很煽情的對方 一個畫面 嘩...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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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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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他... 有一次... 他請... 請... 幾個鄰居吃飯 那樣... 那樣... 那... 那... 平時呢... 他就是一個... 一個人的時候呢... 他就會煮很多美食 那樣自己吃的 然後呢... 到請他們吃的時候呢... 他就... 就煮大鍋飯 那樣... 一大鍋... 什麼... 菜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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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肉... 那樣... 那... 那... 他就不明白為什麼啦... 但是... 小朋友一番心意 不要浪費啦... 那... 但是原來在小太郎的心裡面呢... 他就說... 太好啦... 你們終於... 你... 現在有那麼多人跟我一起聊天吃飯 我不用... 我不用一次過做很多美食 假裝他們是... 朋友跟我聊天啦... 那我不用... 那我就不用煮那麼多啦... 原來... 在他的常識裡面就是這樣啦... 他做很多美食出來... 他是用來假裝有人跟他聊天啦...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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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因為現在就... 今餐就有很多人去陪他聊天的時候... 他就... 他就... 覺得不需要煮那麼多... 就是... 其實是... 是用他的方式去表達對這班... 這班鄰居的... 尊重... 和... 喜愛啦... 這樣... 是的... 那... 也是慘的... 但不是... 也有溫馨的... 就是... 他... 終於回幼稚園啦... 那就去... 玩... 有些... 同學玩閃避球... 就死到震道... 就說... 經常都接不到那個球... 然後他就找個漫畫家跟他練習... 但是呢... 那個... 大人無情力嘛... 就每次都抽到他的頭 190 那裡... 每次都抽到他的頭... 然後他就... 喂... 然後他就說... 喂... 搞不成小... 跟那個漫畫家講... 其實有沒有什麼... 缺小的... 這樣... 接著他就說... 接著那個... 那個... 那個... 以前參加活動的時候,教練說過 你當扔出去的球就好像傳出去的說話一樣 你為了不讓對方不開心,你就一定要接著球 你用這種心情就容易接著球 不過我跟著漫畫家說,但我覺得是廢話 其實都沒有說過,沒分別 但怎料年輕人聽完這句話之後 他就很堅持,一定要練到接著球 然後漫畫家說,其實你可以閃開的 你不一定只要... 閃尾球,你不只能接著球這個方法 你避開都可以 但誰知道小太陽就說他堅持一定要接著球 因為他說,說出去的說話沒有人接收 然後那個感覺是很慘的 實在太可憐了 然後他就... 有個畫面閃過 就是當年他想跟媽媽說,然後媽媽按電話 不理他 神經病,你經歷了些什麼 這四年 不知道 沒有從頭到尾說過一次,但就慢慢慢慢滲出來 然後呢,這裏又是很慘 但最後這一段的最後是很溫暖的 就是... 他扔出去,然後他終於接到 然後他扔出去 然後有個跟幾個朋友的同學 就接到他的球 然後呢,他的朋友就說 小太郎你扔我的球真的很好接 你無論扔多少次我都會接得住 然後呢,小太郎就很開心 這個接得住是...對他來說有不同的意義 對呀 因為他這個... 他那個朋友是真的跟他... 那個同學是跟他比較友善的 所以他這樣無意間這一句說話 就令到... 就令到小太郎就... 就是感受到... 終於感受到人間的溫暖 這樣 那...所以他就是這些... 有時突然間有... 慘到... 慘到你都不敢看下去 有時有溫暖到你覺得... 好...好... 好... 溫暖人心 那那個平衡就做得很好 那... 暫時... Netflix是做了十集的 那...不知道他會不會繼續有 但是暫時... 我覺得... 這十集都很好看 而且... 他一集... 其實很密地 我不知道... 我數不到... 好像都做了不少... 好幾個短故事 那... 是密到... 那一集的密度是... 是密到... 我覺得不止半個小時 但其實數字只有半個小時 所以就... 我覺得是幾值得推薦 大家如果對... 對這類... 溫興... 和... 小太郎呢 他一個樣子好像是... 萎萎萎萎萎萎 但是... 又會畫到他很好愛的 對... 他裡面呢... 是有講到一些... 某... 某... 某面超人應該要講到的主題 但是... 他講不到... 那一集講不到這集 又是粗堂了嗎 對...就是粗堂 什麼叫強大 以及... 這個家人 對... 他是講到的 不開名啦 對... 但是... 小太郎呢... 就... 特意有一句... 有一句講到... 就說... 他... 要成為一個強大的人 那...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就是... 當... 知道了... 我... 這個我不穿招了 大家看完之後就... 我... 那一刻真的看得到想哭 我... 我有時心想... 究竟這個作者經歷過什麼 才可以寫到... 才可以想到... 是一個四歲的小朋友 對... 但是... 然後... 那個作者到底是... 曾經經歷過什麼 才會想到這些招呢 因為他那些招呢... 他不是... 我覺得... 他最厲害的就是... 我... 不是... 我... 就是... 個別有一兩個故事 但是... 中間有一些呢... 我不覺得是故意賣小強 賣到... 賣到很淒慘 就是... 刻意賣到很淒慘的 我覺得是... 他那種淡然呢... 反而... 就更加... 增強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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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淒慘的感覺 他... 他不特地賣小強那件事 才令到... 他那個賣小強的感覺更加重 這個是... 他的手法都頗厲害的 所以... 大家有興趣去想想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是真的經歷過的話 不會寫得出這些故事的 是啊... 我最... 究竟... 那個作者經歷過那些什麼 我... 我... 真的... 你應該問那個作者 在四歲的時候經歷過那些什麼 是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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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在... 自己在... 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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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哪一隻紙巾便宜一點 這個... 這個... 這個小孩就會做到這些 四歲的 我覺得年紀大一點都不過分 你說六... 七歲我都還可以 但是四歲是誇張的 真的太誇張 是啊... 是太誇張的 我也同意 其實... 我覺得小學生會好一點 不過... 他可能... 想起誇張一點 小學生我覺得... 我覺得... 以現在把尺來講 是... 是... 合理一點 是啊... 是啊... 這幕好慘啊 剛才說的氣球很多 Skylet說 是啊... 大家... 未看的那些呢 我... 我都... 我只是說了很少部份 因為他一集真的說了很多段故事 大家... 就... 有興趣去看看吧 好... 不說那麼多了 下一套了... 免... 下一套... 就交給女者 戀上門座 啊... 不過我看了有什麼沒理由的 以後會沒有看嗎 以後會沒有看 沒有 不再交給你 那... 呃... 這個作畫質素保證 有沒有作畫質素保證呢 還原有保證 應該這樣說 即是我看人家的CAPTO的畫面是... 即是很極力還原漫畫 或者盡量美化的漫畫 Peter... 你這句真的做夠了我 我覺得小學生好一點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是不是要去做這個... 什麼... 教練 不用了 即是... 有這個籃球隊教練 什麼籃球隊教練 不行不行 我不好... 不好... 不好意思 不是... 不要那句話給你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回來了 由頭到尾都是說合理一點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好一點 是 對... 對故事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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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這個意思 好 OK 繼續 那... 怎樣呢 是不是要由頭說一次 對呀 沒有說過 所以需要說 你可以說一下 其實就是... 一個很美女COSPLAY 阿喜多穿海 其實是打算Crosplay, 但不懂自己製造衣服 遇到五個同學在家裡開女兒捷人偶店 對於處理布料、裁縫、妥有經驗 兩者一拍即合, 一個要衣服, 一個要製造衣服 組成了Combi, 成功地開始新的校園生活 或是Crosplay的生活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好看的地方是哪裏呢 其實這套一來, 作畫很漂亮, 女兒都很鹹色 要鹹色就很鹹色 我看人家的CATO, 都很漂亮 而且角色都很鹹色 會叫你猜猜那個骨頭在哪裏 即是量身的時候, 猜猜那個骨頭在哪裏 好看的地方, 其實他不是單純買女兒 在故事上, 很多人都覺得說得很好 因為男主角五條, 小時候有個心理陰影 因為他很慶祝他爺爺, 他自己製造這些女兒子公仔 他自己都一窩蜂地中過頭 搞瘋狂地製造這個女兒子公仔 直至有一次, 他有個小學的女同學過來 就覺得五條同學, 身為一個男生喜歡製造這些 整件事很奇怪, 很噁心 從而他社交陷入了低谷 他不是很敢和別人坦白他這個興趣 直至喜多川出來 他是何不掩飾自己喜歡習文化 其實他很堂堂正正地大聲說自己喜歡的東西 第一集就講到HGM的角色 他很堂堂正正就是喜歡這個角色 他那種堂堂正正的勇氣 就帶了男主角一步一步走出自己以前的世界 這個就是好看的 就是有心靈雞湯的, 有心靈雞湯有女體 這樣 亦都有堂, 亦都有那些 喜歡看高木堂和派堂 喜歡看那些群人, 輕輕我那些 這裏也有得看 就是這樣, 我很簡單地講這套 就是那個漢點 故事就是堂堂正正面對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份勇氣 這個教誨 此其一 然後此其二就是女人畫得非常好看 對 還有就 有漂亮的衣服看 還有有輕輕的東西看 就是這樣, 三樣東西 就是這樣, 非常簡單 沒有呀, 有沒有什麼心靈雞湯分享 心靈雞湯, 因為我不打算講很多的 因為其實他有幾個故事 但其實他最後那個中心思想 其實就是講面對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個勇氣 嗯 就是堂堂正正面對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要有勇氣 是 對 主題也好 對 還有就是 因為勇氣這一點 他有幾個 幾個不同的情況 其實都是在講這一點 這樣 那五條同學其實就是 嗯 就是因為小時候的陰影 就是覺得 那個角色的定型 性別角色的定型 嗯 然後有另外一個就是 啊 啊 珠珠 有個角色叫珠珠 她是姐姐來的 生得比較小顆 就可以cost 一些比較嬌小的角色 然後她有個妹 她的妹生得很大份 就是成反比 嗯 因為她生得大份 就變成了做 她不敢在她姐姐面前講她喜歡 其實都想嘗試Cosplay這一點 就是她覺得會 呃 會覺得 呃 會覺得 會對她的expect 就是她姐姐對於Cosplay這一點 沒有要求 那個執著 就是覺得不尊重她的興趣 哦 就是她有這一點 她怕這一點 我怕追不到 對 就是她沒有這個勇氣 跟她姐姐講 怕會獲得不到姐姐的尊重 或者叫做 另一個角度 是不尊重姐姐的興趣 她怕這一點 哦 就是自己做不到那個要求 哦 做不到那個 expectation 如果你是這樣 不要cost 那種感覺 她怕她姐姐會這樣說 其實就沒有這一點 這樣 最重要的是 就是 坦白自己 想 自己心裡所想 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份勇氣 接受自己是怎樣的 對 想做 不要怕 就是做 中企 中企 敦美 配珠珠 就是很有feel 對 不過如果你說 你說 有些事情 我會覺得太過夢幻 就是有什麼 她有個劇情是說 Sorry 她有個劇情是說 她的女兒訂了一個studio 打算拍攝 四格漫畫的橋段 即是訂了一個地方 像廁所 即是場景 像廁所 誰知發現 這個studio 原來就不是studio 是時中酒店 哦 那個之前 都幾 幾好 這件事太夢幻了 有什麼理由一男一女 她進去那個 時中酒店 然後跟我說 沒事發生 對 還要穿衣服 又要露腰 又要露腰 肯定是沒事的 對 和太夢幻那件事 就是 他們想拿一個鏡頭 是由下而上拍那個女生 對 然後男主就叫 你坐上來 睡在場上 你坐上來 這張照片拍得很好 肯定 兩個都不發覺有問題 肯定是 直到最後才發現有問題 會不會是這樣的 我覺得太夢幻了 OK 即是那種專注的程度 真的很令人值得敬佩 好 果然兩個都是專業 很專業的 但是 最後當然是差點出事 對 差點出事 為何是差點呢 因為 因為 那間房間就夠了 好 如果不是還沒時間 就應該出錯事 要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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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 但是 但是 有一件事 我覺得做得不錯 就是 男主的5個同學 不是聖無能 即是 海夢同學發了這麼多J圖 他什麼時候有些描寫 就是 他說 為何你設了一張照片 這麼久都沒有回覆 這樣 他就看著盒子巾 就說 那就發生了很多事 哈哈 哈哈 對 就發生了很多事 It's complicated 對 很複雜 對 對 真的這樣 這些描寫 我覺得 整件事很有喜感 整件事看得舒服 整件事看得舒服 任何回動好像都可以 對 其實都頗有趣 還有看他爺 看他爺 看他爺 那些反應很搞笑 因為 男主角真的很專業 在畫H-game的時候 他都很認真地做筆記 因為他要 揣摩到角色的衣服 用什麼質感 怎樣設計 很認真地開著大喇叭 玩H-game 一直寫著筆記 然後他爺爺在門下看見他 雖然我覺得這個年紀是會玩這些遊戲 但為何要這麼認真做筆記 阿孫在做什麼 還有有一次 阿邦 幫海夢同學 試試黑絲的物料 自己穿 買回來自己 摸一下質感 看看是否正確 因為實際上 Cosplay 件事要穿上身 要看看質感 質感 質感 或者實際 實際 穿上身 阿爺還要嚇到自己 在樓梯掉下來 然後進入醫院 哈哈哈哈 亂上黑色絲 其實就是這些人物互動有趣 哦 對 他們真的很認真 25條同學 在還原服裝方面 是一絲不咎 在拍攝上面 也是一絲不咎 非常尊嚴 坐上來 你坐上來 對呀 海夢同學 幸好那個人都跟他一樣認真 還是神經病 不然就是一百箭 南哥說 他設計的衣服很認真 跟他之後真的陪海夢看完整套魔法少女 對 他都玩了整套HGAME 因為他弄衣服 對 對 這樣 還有他那些顧慮 那些 五條同學 都是一個 對 這樣說 是一個混蛋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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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好人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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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不會覺得很認真 是太舒服的 你每個都一個直球車 你既然這樣說 這樣說 我就 很想幫你 這樣 他是那種人 對,就是這樣 坐上來 時間解釋了,快上車 快上車 好 推薦到是9 9 over 10 下一套 下一套,女者都可以說 女警警婆犯 秘密內幕,女警的反擊 就這樣,這個名字都不太敢分享給朋友 就這樣說,那個名字就像那些閒片標題 秘密搜查官 有秘密,有女警反擊 發什麼的反擊呢? 有秘密,有女警,有內幕,有反擊 這套呢 如果我有看的話 如果不是海豚推小太郎 今季最喜歡的其中一套 基本上 看完之後 我覺得 其實真的 前陣子社會運動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說 警察都是人 警察都是打份工 對 那這裡就告訴你 在這裡是真的 展示到給你看 那樣東西 他真的告訴你 他們 他們 人 他們都是 我也是打份工 對 就是村合那些 其實我是打氣工 我不是真的 我不是真的 我是打算考工務員 結果 結果 打算遞辭職 結果發現 原來很難搞 然後 因為有前輩 阿騰 阿騰 那種叫什麼呢? 推動 還是迫伯? 推動 迫伯? 幾方面都有 哈哈 哈哈 對 對 鼓勵 推動 欺凌 和迫伯? 那四樣都有 我覺得欺凌 和迫伯的比例 比較重 對 對 因為 結果 總之 就是 說一下村合 和他 整班 警署 不同的同事 日常 大倫市警署 你說要說的話 其實他真的搞到銀魂 他寫有銀魂的款式 他們中間有些東西 即是他們那些 有些 本屁 或者中間有些 跟上司頂撞 你猜我很想做 摩 對 或者想做 那些上了頭 到底會怎樣 喂 那些上司說 你猜我很想罵人 對 對 然後說 還有 他有些 有些 笑的位置 因為作者 是真的當過 做女警 好像說 做過女警 你覺得很有真實感 譬如 又喜歡小朋友 又溫柔 又生得好看 這個女人哪會做女警 是不是傻了 這只是正常 這只是正常 還有 他後面 有些 要定期 跟同時 訓練這個 第步術 然後 你看到 這個 爆炸頭 那位 他就說 其實 在平時 真的沒有很好的用 其實訓練你做什麼 不是 真的很重要 對 後面就知道 原來真的有用 然後 還有 就是不同人 有時候 他也有說到 有些人 有些東西是特別專長的 例如 爆炸頭 最厲害的 鬥人 他們基本上 每次要叫 C拉殺手 叫那個 叫那個 正人開口 基本上都要靠他 但是 他除了這個 之後 全部都是 其他都是 射擊 C 格鬥 C 駕駛技術 C 不是 不是 那手車很辣 他手車辣 但是 顧及不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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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畫人像 嚴重 懷疑是 那裡 沒有人說過 那個是處長 但是你那個 那麼獨特的畫風 我都認得 對啊 你要 川俠 川俠交給你了 我們要抓這個 反的關鍵 就是靠你 如果你畫得不好 我們就沒有辦法 去幫你這個 無辜的少女 伸張正義 哈哈哈 加油啊 川俠 這把無雞 哈哈哈 川俠 你知不知道 手上那個按鈕 是掌握多少人交通的生死 小心啊 加油 我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要不然你就會 累死了很多人了 你知不知道 加油啊 川俠 所以 我看到 整班人 都是 整班警察 都是 整個警察 都是 普普地街 不是 收到那個歌 就在你旁邊 但是 他也 平衡得好 就是 有些 認真的的話 他也是寫得很認真的 譬如他們 有個說他們 晚上巡班 巡班的時候 經常有人不停 報警 就說 我要自口啊 我要自口啊 你快點來 快點來 結果 每個人 每個人都次次上到 即是落落了的故事 對 每個人都次上去 其實都是留的 終於有一次 那個人又報警 川俠就說 不要管他 不如明天才算 明天再過來看看 對 為甚麼前輩就說 不行 因為我們不知道哪次是真的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進去看看 結果果鑊完 誰知道果鑊完 那個人就認真了 真的吊頸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前輩 每次都這麼認真處理 每宗保安 就真的害死了那個 害死了那個人 這樣就救不了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有些認真的就是 譬如還有一次就是 交通意外 本身又不是有個交通境嗎 查查一下 怎樣 去到有一次 又是交通意外 看到路邊 有臀部 那本身沒有留意到 是甚麼來的 後來發覺 原來是 撞車的時候 然後那個嬰兒飛了出來 飛了出來 還要被車滾過 對 然後 村合看到這件事之後 有心理陰影 嚴重的心理陰影 對 然後就覺得 嘩很無力 而且我覺得 我做這份工作 我又不是真心想保護 但是 我又不是完全想 什麼拯救 我也不想人死 但是 對 為甚麼都救不到他們呢 然後那個交通境 就開解了這個村合 因為 那一下就瞬間 令到 很多事情都很無可內行 對 但你都要做 你反過來想 就是 為了少一些悲劇 你就更加要做這份工作 還有一個很重要 他覺得 看到這件事之後 你不想再做警察 就很正常 對 但是 是不正常的 是神經病的 我們 你到 你 他跟那個女上司說 應該是反過來 是我們看到馬背了 我們才是不正常的 他才是正常人 他才是正常人 他就會帶回 村合說 你反過來想 你就是要 為了阻止這些悲劇 所以 你 如果你是想這樣做 如果你有這個想法 你有這個意向 你就是 如果你不能接受 你就走 很正常 走就走 他不會 他不會 就算走 他也不會 很值得理解 還有 我不知道 是否真的專業知識 譬如他畫 這個 畫犯人圖像 他都 他 應該畫了一個 輪廓師範 你是不是應該 畫了一個 畫了頭 才會黏著眼睛 鼻子上去 你不是把鼻子 完全毫無計劃性 畫 對 他畫在A方指上 那麼多維 早期 之前 他還要畫 前半時候 還要畫 你的畫 我畫得很糞 但是 你手畫 是很糞 但每個人都認得 你在畫誰 大家明明沒有說 他是局長 但每個人都認得 沒有加字框解釋 但每個人都知道你在畫誰 加油 其實 不要緊 你畫這個犯人畫像 其實是認得 你畫到一個特徵 你畫到一個特徵是比你畫得漂亮的 你以為是搞Gap 或者是刷川合去死 才這樣說 後來感覺是真的 原來是真的 結果最後 其實搜查方法很多種 對 他利用了川合 畫出來的濕溝畫像 是 真的找到一個人 真的找到一個人 哈哈 後來正式開搜查會的時候 整班人 嘩 他一開始 是誰畫的 是誰畫的 是人來的 誰生成這樣 畫到火星二種 然後 再拿一張移版的比較圖槍 嘩 天才啊 到底是誰畫的 嘩 那搜查就會有很大的進展 做得好啊 哈哈 但是川合是不敢拍的 自己畫 哈哈 不就是大家都知道是誰畫 對 就是大鄰屎警署裡面 大家都知道是誰畫 對 就是那個畫風實在太有道德 對 所以我覺得這套是 今季來說 我是看得 都是看得很開心的 那話題 就是題材那方面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看 我看木棉花那裡 那個觀看數 不是那麼高 可能因為題材關係 有些人 有些 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有興趣 因為 但是如果你 撇除了 地方問題 你當了解一下 日本警察那邊 是怎樣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 這套都是好看的 就是你 難怪那些警察是 卡下卡下的 不是 真的悶到傻子 有時 他不找一些卡的東西 都搞不定 哈哈 即是 那張床 那一張 你旁邊就剛好有個 撿完大麻貨倉的人 對 全身大麻貨倉 你旁邊 很醜 我不會睡得著 噁 那 還有阿MAD 你們 我知道你們追犯 你們追犯 有時要緊急情況下 都要開車 開車要少 開車要激進一點 是明白的 但是你不要走 我弄我的車爛散回來 好不好 我怎麼CAM 我怎麼跟上面CAM 最後一架了 太田的朋友 對 太田 爆炸頭是太田的款 然後他最後說 我一定要第一個去到現場 但不知道為了什麼 然後我們要出去出車 然後 然後 光頭署長 就說 不行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 然後他那個 刑事科科 那個科長 又是帳座頭 就說 去呀 有什麼可以幫你頂 只剩下 那一架 對 然後他很帥氣地衝出去 那為什麼光頭佬 他說 他開那一架 我們只剩下一架 那架是署長車 然後他就說 蛤 不是吧 你自己搞定他 然後 這個爆炸頭 就拿到這架 炒了 回來 都沒有炒了 化了 爛了 雖然化了 但他也不是第一個 講到現場 也不知道為了什麼 第一個講到現場 是暴走的正義 那架是 他 哈哈哈哈 還有呢 他說 他是神經病 我不是第一個去到現場 這個案子 我就不要 是啊 我不是其他人 我就是不可以輸給你 這個八婆 就是阿川立的女上司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他第一個去到現場 不知道為什麼是神聖的敵兒 是啊 然後還有 我說多一點 就是他 因為我很想說 他 這個突然間忘記了 他 你想說 不是他剛才撈一撈 我等他撈一撈 OK 那就是阿 突然間失了憶 糟了 突然間忘記了想說什麼 他 還有還有 記得記得 就是他們要巡山的時候 說要在山上找人 但是你看到他們 突然間他們會很大聲說 哎呀 我的鞋帶鬆了 等我綁回來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是因為後面有一群契弟的平民 聲稱一起幫忙找人 但是一群超載 都站在小型貨車那裡走 坐在貨車那裡 然後他們就說 等我綁鞋帶 還要撈那些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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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來吧 坐車很輕鬆 然後呢 然後呢 村合他們就開始 裝綁鞋帶 不行的 我不可以看到的 村合是在追狗 追狗 阿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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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山田 那個 阿騰 是Farling King 但他認事 不行的 我不可以看到 我不可以認他們 我都看不到 不可以再增加 不可以再開構 不可以再幹嘛 發動這事 我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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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 拿正來做 在這個搜人的時候 我沒理由把他開告票 再開到個資料 不行的 不行的 很煩的 不要弄這麼多事 我打算回去休息了 不要弄這些事 是啊 他們又是有認真的時候 很認真 本屁的時候就是這樣 整個山都是那些被人爆開的保險庫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有些不應該看到 可能是賊莊的東西 我們不如去另外那邊看看 是啊 那人應該都不在這裡 沒理由的 沒理由的 你走到另一邊 看到他們都... 而且警犬這件事 地位很上高 不是沒有人 我們一定要叫他警犬大人 他至高無上的存在 我需要當兩個人陪我一起 負責陪這個警犬大人執行任務 然後那些很有經驗的存放 都沒有人舉手 只有村俠傻傻 自己在這裡舉手 是啊 最後一個笑點就是 最後找那個犯人出來要看打 還有麥克風的查理 然後我們寫過川盒 好難說 我會打算跟阿藤 加密打電話 LISA 我會和阿藤一家全部去看打 太高了 對 我不動了 對 我就對攝影像武獻 Lim想飛了 我們至於不動了 不行不可以,一秒都不可以放過 不可以走漏眼 不可以走漏眼 有時候的證據就是1個1秒,你不可以錯的 看了6個小時 前輩,我開始流眼淚了 為什麼?不可以 我可以休息一下,不行不可以,我們不可以停 9個小時,前輩,我的眼水停不了 我快崩潰了 是啊,我也是,你快點抹掉眼淚吧 然後我們要繼續看 還沒看完 然後出去負責監視那兩個人回來 問他那些錄影彈看成怎樣 看了多少,20分之1到了 大概9個小時,20分之1 真的崩潰了,如果有些東西動一下就更好 有時候可能是,你就這樣拍一條小巷 就這樣拍一條小巷,什麼都沒有 也不是的,不動是比較好 因為我試過看著那些 經常動的畫面,是看著那些高速公路 數多少輛車 哦 怕漏了 對,怕漏了 就不能快進 在那邊看三個小時 因為那時候是委員長 然後我跟我旁邊的同學說 我好像看到有些環果 我開始看到車子倒後退 哈哈 然後我問他,你看不看到 我也覺得那些車子倒後退 其實這樣長期看下去是不是辦法的 真的會崩潰的 是啊 是有經驗的,是切身感受 所以應該是真的 是真的 這個是作者的真實體驗 應該是真的 9個小時之後 不是誇大 我沒有看到9個小時這麼誇張 3個小時 我都試過 真的不是懶惰的 會死人 所以都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套是說得 他又錄到一些好笑的東西 他又錄到好笑 認真 然後又真的帶到一點點 就是他們內 就是有時候警察 就是好像他在說 好像他的標題 就是有一點點內幕 就是平民 你就這樣看外面 不會看到的東西 就是理解日本警察的話 就是警察都是人 還有有時候警察狗狗狗狗 都沒什麼辦法 你都沒有辦法 但是你看 你猜每個都是 跳躍大搜查線嗎 他有說過的 全部刑事科的 我以為自己是跳躍大搜查線 還有手機零星 全部都是那套劇 為什麼跳躍大搜查線 但每個都要設定像座頭 像座頭? 就有說 自己看起來是什麼 偉猛一點 高大一點 強勁一點 結果他被民眾訪問的時候 大家分不到誰是爛仔 誰是爛仔 誰是爛仔 誰是黑幫 對 為什麼是哪一樣 所以我覺得是 這套努力的 還要是 阿騰 都跟刑事科那邊說了很多次 你不可以搞這種事 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上新聞都分不到哪邊打哪邊 民眾對我們的形象下跌 就是因為你們 真的有用 是要減少這些感應 對 這樣 所以這套 我都很推薦大家看 對 其實 都說了一點 但是還有一些 是想大家去自己的真實 有很多很細小的笑位 我覺得 即是 他撩到那些位出來笑 他應該是 他真的用他之前上班的經驗死去 我覺得 我覺得 特意派阿川頭去 即是去夜馬學 他唱歌 我真的很順勾 對 還在創作自驕陽 即是 你想想 如果是香港拍 就是 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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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了一個女警 然後進去唱 這個 拿渣 白白開 路 遊 師 崩瑋 和浪 好 不錯 當堂 對 那種感覺 所以 還有 這裡不說 但是寫報告是一個很重要的學問 寫報告是一個很重要的學問 就是 記得 記得 搞清楚這些術語 或者 學多一些功課用的術語 是很重要的 要學會怎樣把它變成這個文件上面的文字 不能直接寫出來 如果不是 就很多人都會看不明白 對 差不多了 都說了很久 下一套 下一套 再來一套 交給L妹 就是這個 天才王子之赤字國家在身 對 王子好厲害 揍王子 王子 揍王子 交給王子 我們一定可以 我們立得難 一定可以 王子 搞 風山水起 靠王子 王子 王子好厲害 衛恩王子 王子表現 對 王子就表現 不要這樣了 我想快點退休 我要賣掉 我加他 王子 對 對 對 大王子 然後退休 我不想在這片大陸上 和周圍的國家周旋 我只想快點賣掉他 但結果 周圍的國家是不會 會被他得逞 就是不停搞咎他 然後在他想著 想很多計劃來脫險的情況之下 就令自己的國家 越來越明 明真天下 最後他還是不能賣光 還要多了那種數光 對 上次我們看到第三集 就是剛剛 帝國王女過來找他幫忙 剛剛說到那裡 之後就搞了很多事情 就成功 就請走了 這個帝國王女 因為帝國王女 其實是他的同學 那時候說 就是說 他以前原來 衛恩王子 就去過 他們那帝國的 最高級的學院那裡留學 但是因為他成績太出色了 所以被人們抹消了他的命 是 在歷代的學校成績最高的那個 那個榜那裡 他的名字是被人誘惑了 沒有人知道那一年 他在學那幾年的 成績最高的人是誰 因為 不行的 不可以這樣 有沒有可能我們帝國最高級的學府 成績最高位 不是我們帝國的人 而是隔離這個 叫納德蘭的小國 不行 不可以這樣 我們一定要抹消他 不知道 而這個 旁邊帝國王 第四王女 不應該說是第四王女 他是排行道是第四 但是他是第一王女之下 說錯 說錯 然後這個第一王女 就是他是同學 然後說他們一起讀書的時候 已經搞過很多事情 已經做過很多 搞過很多大頭髮出來 包括簽滅了一些買賣人口的組織 簽滅了一些販毒的組織 然後搞到隔離的國家 大頭髮 大件事 諸如此 他們其實已經做過很多 震驚周圍的國家的事情 然後這個王女就來找他幫忙 最後就又說要結婚 又說這樣那樣 然後就成功擊退了王女 再之後也是 接二年三地 就 也都是 改完西邊的事情 因為他在說他 各個國家的大陸 他是在最 大陸最北 最北 然後剛好在正中間 然後他一個國家 就分 就剛好用他來做界線 就分了西邊和東邊 那西邊呢 整個西邊都是帝國 一個大國來的 然後東邊就分了很多個小國 然後就用一個叫做 雷貝提斯教 雷貝提爾教的宗教 來串連這一閘國家 對 那他說完西邊說回東邊 那去到東邊 去到東邊 去到東邊也是很好笑的 去到東邊一開 東邊那邊就說其中一個國家 就說 我們接下來就要開我們這個宗教 最高級的人員的一個大會議 還有一些典禮 我們就想請大王子過來 因為大王子 你是我們宗教教的教宗 其中一位 那些 那些叫做 使徒的子孫 那樣 你也是有我們宗教的 高貴血統的其中一個人 所以我們就想請你過來 就參加我們這個典禮 然後去到就發現 哇 這班人 因為一開始 頭幾集 跟隔壁的馬登的國家 打了一場仗 然後拿了人來的礦山 那這個時候就說 哇 這班人 原來想拿 原來 欸欸欸欸 他們又想拿馬登的國家 然後 現在就叫我來 然後 然後就說 你都一起來做 我們最高領導人之一 他們的最高領導人 整個宗教最高領導人就叫 損聖猴 蛤 是不是 大王之 我現在推薦你做我們損聖猴之一 什麼事啊 請我來做個教宗 那 然後大王之又心想 混蛋啊 你們這些傢伙 你擺明就是想猴著礦山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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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發現 那些損聖猴 裡面 有一個 倫敦馬美子配音的老太婆 就是這個混亂邪惡來的 啊 那 惠陰王子呢 打算 哎 奶猜了 然後馬登那邊 現在 解放軍 因為他在說馬登那邊 有一個 叫做解放軍的東西 是想 説 要在 舊的馬登王家那裡 解放出來 然後馬登的解放軍的領導人又來接觸王子 說 你現在走過去跟蜜春夜雷蜜狗夜教結文 那你就是對我們馬登不利 我要罵你 然後就說 慢著 現在你們賣了你們國的人 就去了我現在要去那個國家 做了一個很高位的高官 你想對壞他而已 不要緊的 我們一齊來想方法 他不是一齊對壞他 他說現在你跟我過去 我會接觸到那些損勝猴 我們去找其他損勝猴幫忙去解放馬登 但是他們就找錯幫忙了 一找就找到那個蘭德麻美子的老太婆 然後蘭德麻美子的老太婆就說 蛤?為什麼我會幫你們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大陸很混亂的了 開仗最好就是打 有什麼不好啊?打仗才是最好的嗎? 這些傢伙不可能幫我們幫到馬登的 也不可能幫到我的 然後 再下去就說 這個國家 那個將軍呢 跟那個 背叛了馬登的高官呢 又想著想殺了偉恩王子 那偉恩王子 你們搞這麼多東西的 然後就 讓我想一下如何利用你們 但到最後呢 最後這個國家的國王呢 又做錯了一個最錯的選擇就是 他在偉恩面前說 喂!你們國家呢 不是養了很多那些灰人的 即是他在說那個叫做 女主角莱莉姆那個族人 因為他說他們 在那個雷麥鬼的教 那本聖經裡面 就說他們是惡魔的手下 什麼紅眼白髮 一定是惡魔的手下 然後東邊那些國家就迫害他們 但是納德娜那裡 即是沒有做這些事情 還用他們 然後就說 喂!你們那邊 不是養了很多灰人的 可不可以借你們的灰人給我 什麼? 借給你們? 你想拿他們來做什麼? 拿來狩獵吧! 嘩!我年輕的時候 沒有計算好數 我狩獵了我們國家裡面的灰人 搞得我現在沒有狩獵 我就想狗為地享受 狩獵那些灰人的感覺 你知道他們走路的時候 嘩!那些慘叫聲多好聽 嘩!那些箭射中他們的時候 那個快感不知多爽 然後又是跟之前那些愚蠢的人一樣 你想巴結大王子 但是踩中大王子死亡 那大王子就心想 尿你腦尾吧! 然後就立刻 一腳伸進去 然後外面的護衛進來 推倒那些護衛 然後再殺了那個國王 然後就 仆街了 和我的計劃不同 走吧! 然後走完的時候 就成功把這個 那個將軍想暗殺他的計劃 反過來用 他就燒了自己 自己 自己 住那個 即是 給他安排那間 那間 不知道大使館還是什麼村 然後再把那個將軍 那些計劃 什麼叛亂計劃 那些 就寄了給他倫敦 那這個時候 倫敦就利用這些情報 就引發暴動 那他整個國家就嚴上了 是物理性的嚴上 物理的嚴上 物理的嚴上 然後 但是因為這樣 王子又成功 逃離了這個 被人 推他上去做這個 損性猴的計劃 但是 另一方面 就是被倫敦看中了 嘩!這個韋恩王子 正啊!這個 他呢 有他在這裡 一定可以 引發更加多混亂 一王被一王 對 然後就說 讓我用這個韋恩王子 玩多些東西 就是每拆完一隻鑊 就 射來更加大的一隻鑊 對 然後他就被這個 混亂邪惡的倫敦看中了 這樣 然後 這個馬燈 這個馬燈 也都因為 成功殺了那個仇人 那個高官 這樣 然後 也都報仇了 然後 那些殘黨 都死得七七八八 這個解放軍的 那個領袖 他那時候就說 那個領袖 是這個馬燈的第二王子 但是呢 因為第二王子 就病了 所以就由他的代理人 來掌管 然後他的代理人 就一直跟 那時候 偉恩 那 做你的領袖 我們就決定 要就這個 納德蘭的十國 以後就跟著納德蘭 納德蘭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為了王子萬歲 爆王子好爽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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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子 我是打算 買那個國家 然後趕快休息 現在還要多多個國家 要管 謝謝你 謝謝大家 然後這個 馬燈王女 她叫做 傑諾維斯 成功成為了 納德蘭的喉獎 因為已經合併了 對 然後 然後 她中間又說回帝國 之後她下一個篇 又說回帝國 就是說說 偉恩王子的妹妹 怎樣 成長的故事 然後中間又夾插著 偉恩王子的一些 神跡 就是 這個 帝國那邊 因為有三個王子 在爭 王位 然後 這個時候 偉恩王子 就沒有去到出席 他們的王子會塔 然後 王女 打算叫她去 她又不去 然後她打算說 她打算說 欸 等我 先不去 然後看到她妹妹 很眼神凝重 然後她就 不以為 阿妹你一定想我陪你玩 不要緊 讓我處理所有的工作 我一定會去帝國 我陪你玩 怎知道阿妹就說 阿哥這樣看著我 她一定知道 我想過去 代她出席 我要代替阿哥 幫她做事 然後 然後 結果 阿妹就出聲 阿哥等我代你去 什麼 帝國這些麻煩的事 都是不要去 你不要去 不行 我一定要幫阿哥 阿哥你這麼忙 我要幫你的 然後就送了阿妹去帝國 喔 即是 他們的國家 有些人 往往想的事 跟阿王子心裡想的事 全部都是相反 那沒辦法 那四賢者 只懂得叫王子好東西 不是 是四大忠神 四大忠神 只懂得說 王子好東西 餐王子 沒有啊 四大忠神去到後面 很少氣氛 我想聽到四大忠神說 王子好東西 都沒有 餐王子 支持王子 即是旁邊有個葫蘆頭 應該 新同感受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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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這個意思 其實我不是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 葫蘆頭 他沒有人可以跟他傾訴 但是 王子這邊 阿里里姆 是知道他在想什麼 即是 阿里里姆 阿里里姆 是完全知道王子 想什麼 旁邊葫蘆頭 對 葫蘆頭真的沒有 只不過王子 每一次 事態出現 跟他相反 即是想的東西相反的時候 他就會被 你們無寸 你又說 想到好計劃 很周到的 對呀 我是想到好周到的 我怎麼知道他們這麼笨 好好笑 那然後 帝國編那裡 就說 最後那三王子 就覺得 大王子是 最笨的 大王子 你看到 偉恩王子派個小妹妹過來 派個妹妹過來 說 可惡的偉恩 你竟然派個小我 看小我 然後就 我想到一個計劃 這個 只要我的計劃成功 偉恩你 就糟糕了 然後他就 不要搞那麼多事 他就 深夜 走去突襲 這個 偉恩王子的妹妹 就說 我想來談婚事 我要跟你結婚 然後他就心想 讓我跟他妹妹結婚 那他妹妹就是我的 到時 我怎麼打他 打他 鞭他 怎麼虐待他 他都沒有辦法 即 他都不可以出聲 偉恩 到時 你的東西 全都是我的 我 看看你怎麼看不起我 然後 然後 那本身阿妹已經是 去了 帝國 那個 那個是帝國 新 收復回來的都市 來的 本身是一個商業都市 然後 他們的市 是有市議會 這件事 那阿妹 已經 參加典禮那幾天 就已經去了 市議會那裡聽 唐證 就是 聽商人 討論 政策 就已經 急速 作為一個 一個 王族成長 然後 阿妹很有型 大王子 你的心意 我心領 但是 我們那間的事 要有我哥哥在這裡才決定到的 這件事 我們不要說了 本身已經 很當機立斷地拒絕了 本身其實已經OK了 誰不知這個時候阿偉恩就來了 慢著 你們有些什麼 要說 就找我 大王子 偉恩來說 然後 來到這裡的時候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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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然後 擊退了 旁邊的大王子之後 旁邊的大王子 說 替你那家的偉恩 等我 我今晚 不想你 我明天就一定會想辦法 把你妹妹得到手 然後 我就要 讓你見識一下 我 我帝國大王子的實力 然後這個時候 他只想吃了她的妹妹 他不是想吃了她的妹妹 他就是想娶她的妹妹回來虐待她的妹妹 表示你的東西 即是在她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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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想起來都是這樣 然後 這個時候 帝國三王子就好笑了 帝國三王子說 什麼話 你說阿哥和偉恩王子要開回譚 嗯 如果他們兩個結紋 結紋也好 不結紋也好 最後偉恩王子做的事情 都可能會對我們 構成威脅 莫哥說她是這個 樂眉 樂眉就是她的妹 即是王女 她是樂眉的派系 嗯 好了 找人來 明天在 阿哥和偉恩王子的會談中 替我暗殺了偉恩她 之後 會談的時候 偉恩一看 一被人倒茶 他一望拿一杯茶 立刻 你跟她喝了一杯茶 喝啊 我叫你喝啊 你是不是不敢喝啊 然後 隔壁的大王子 就看到一杯茶 什麼呀 偉恩 一杯茶而已 你也不敢喝 唉 果然是鄉下仔 真是 一杯茶 哼 你們這些人 連一杯茶都不敢喝 俗話來和我們帝國傾結文 唉 你們鄉下仔 你真的 都說你們一句就拿去喝茶 喝了他 然後還不敢喝 哈哈哈哈哈哈 暗狗仔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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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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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女褲是不是 就是士君奪位 對咯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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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女褲 哈哈哈哈 笑 笑 笑我 笑我 我不會抱上身的 我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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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是捕了很多東西的 哈哈哈哈 因為他一來就說幾天之後 這樣 他中間應該 我想他可能小說那裡應該是有說很多東西 但他被捕了 那些 因為他其實這套東西很快 這套東西的動畫 嗯 你一看了兩三句對話 你就不知道在做什麼 嗯 那他一捕就幾天之後 那偉恩王子被人用暗殺 而挖 這樣就監禁了幾天 然後在那幾天裡面 二王子和三王子 就 為什麼是偉恩王子暗殺了 哈哈哈哈 因為他 因為他在那個會談裡面 偉恩說是在哈佬 只有他在島 只有他在島 關我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做什麼 茶就是你們的 茶就是你們的 你那個大王子自己來喝的 茶就是你們的理針給我 他跑去喝 他死了 然後是我的問題 他還沒死 他說 僅僅保存一命 然後立刻搭馬車 然後跑回他的領地 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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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到混蛋 然後二王子和三王子 就立刻叫自己的兵 過來包圍著這個城市 就說 你們這個城市的人 想暗殺我們大王子 這樣 因為 那個城市是新修復回來 其實還沒有 而且他有自治權 他不是隸屬於任何一個貴族 所以二王子和三王子都想乘機 吃了這個城市 增加自己的勢力 然後搶王位 然後之後 但是偉恩呢 因為他本來真的有很多事情 然後再快馬趕過來 這個米爾達這個城市 所以他幾天後去放一 openly lette已經累到立刻回想 立刻倒化的時候 那麼Ч Columbus 還說嫌從 uncondalım 就會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倫敦 就搭亂了 嘩 帝國那邊很亂 讓他們再添一個 Katy 再再占一樓 然後他们又帶了一隊軍隊 發揮過來 就嘩 三隊軍隊包圍著這個城市 結果再這樣下去 城市裏面三萬市民會暴動 如果處理不了的話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慧恩妹妹就出來 鼓勵市民 你們是商人 這個城市是你們建立的 有你們在這裏 這個城市就沒事了 你們想辦法就可以了 然後慧恩同一時間 醒來之後 休息完後就去找倫敦談談 我們這個城市 不是他們 他代表他們 最多的是什麼 錢 你們教會想要什麼 想要名譽 你們說是由帝國解放這個都市司 所以才派軍隊過來 好,我現在就給你們名譽 你們把你們多餘的糧食和武器賣給我們 到時我們解決了這個危機 就會下一個名字 是你們支援了我們的了 嗯 因為這個時候 惠恩王子的妹妹呢 跟惠恩王子呢 已經憑著他們的演講技巧 將三萬人全部在城市那裏帶出來 屌 然後他們帶著三萬人呢 不是去二王子和三王子那裏 是帶了過去倫敦那裏 然後就拘捕倫敦他們 你不保護我們 你們的教 你們的名義就沒有了 你們說來解放我們嘛 那麼我們三萬市民都過來了 你不是不保護我們是吧 你不可以不保護的 就拘捕他吧 然後 林登 另外還有另一個大國的國王 又是那個 損聖猴 就是大寵名夫配音 好好好,惠恩王子 我就跟你這樣做 然後林登就說 有沒有搞錯啊 你跟他這樣做 那不就不夠暖啊 然後大寵名夫 你很瘋了 我不跟你玩啊 我們這樣 最後牽入去帝國內暖那裏 有什麼好處啊 你都按鈕的 當然是聽對惠恩王子說 這個時候 然後 惠恩就成功得到了 糧草 和這個武器 那大王子 二王子和三王子就 哇,什麼事啊 為什麼他們張三武器啊 他們不是打算跟我們打嗎 那 如果帝國這樣 就出手打他們的市民 那這樣就 一定會名於素地 那他們更加不可能 繼承和位 那然後就已經得逞了 那得逞了之後呢 那他們沒辦法跟我們打 之後 惠恩王子就叫 王女座 和我叫你 二哥和三哥過來 我們 講授 那進去講授惠恩王子就 我在想 一件事 這次是暗殺事件 一定不會是二王子你啊 也不會是三王子你啊 更加不會是 我也不會是樂美 也不會是市長 那究竟是誰 惠恩想到的可能性就是 就是大王子他自然 自己中了 不是不是 實際是三王子的 是 但是 當時這樣說 大家好下台啊 不是但是 他不在這裡嘛 他不在這裡嘛 那就可以把所有東西 他不在這裡就說誰 大家好下台啊 不是就是 就是那些朋友嘛 誰不在這裡就說誰 又入他手 入他手 然後最後就入了大王子手 然後最後就說 二王子 三王子 我們會賠錢給你們 造成你們困惑 大家就這樣收手吧 然後就結束了 那些錢是由繩子拿回來的 那不是就是 什麼都沒有付出過 然後 拿回他們的錢來給他們 然後就 二王子 三王子就說 好啦好啦好啦 我也不想搞壞這件事 拿回他們的錢來賠錢給他們 那沒有 沒有沒有 就是他們就說 市場就出錢就說 我賠錢給你們啦 就這樣算啦 就是你不要打我們啦 那怎麼辦 那最後就成功化解了這件事 然後也都成功將 所有 壞了的東西推給大王子 那大王子就更加沒有可能 上去做王啦 大王子被奪權啦 但是這個成績 這個成績雖然說一下 然後 然後名義上是進了王女的派佛那裡 但是 因為是偉恩王子救了他們的嘛 所以整個成績的人呢 個個都是 看偉恩王子頭的 現在 明明是帝國的自治州 但是他們的人民 所有的人民的那個 那個民心是全部去了偉恩王子 超級 又多多個 看手上 還要多多 還要多多個經濟特區 那你手 不要搞不太多 為恩王子 不要 不 又不是 就是名義上都是帝國的 只不過是那些人的民心 那是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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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 那原來 那 就是 但是 王女的計劃 其實 都姑且是成功了的 因為他 他來的目的 其實除了是 等他三個哥哥可以講數之外 他說 其實有一個目的就是 其實他知道 整個帝國 根本沒有人想過 那三個王子 其中一個 做王 然後 亦都因為上一次 王女過去 立得來 之後 被人捲入了 其中一個帝國的貴族 不是說去叛亂的 他說會叛亂的 然後 為了王子和王女 是夾手 解決了那個貴族的 叛亂的 然後因為這件事 其實王女已經是 明國的民心 已經高過三個王子 但是 但是 因為他沒有王位繼承權 所以他沒有辦法 說我做皇帝 這樣就做到皇帝 即怎樣都是 他要想辦法 搞定了那三個王子 不是說要整死他們 讓他們 下台 沒有了王位繼承權 他才上去 嗯 但是他只有民心 但是他沒有實權 王女 然後他本身就是想說 想透過這次這個王子的會談 賭一賭 會不會有民心 是真的落到 在其中一個王子身上 那他就不用搞那麼多事了 但是結果是失敗的 結果就是三個王子 都是 按 都是做不到事 還有民心也是在他身上的 所以他 另一個計劃就是 在這次的這個王子會談 來了這個經濟都市 經濟特區 然後就 拉攏經濟特區的人 進入他的派閥 等待他將來的 要做 要宣洩 要宣洩自己是 其中一個王子繼承自己的時候 他又多了一張牌 嗯 那實際上他是做到的 實際上他是做到的 但是裡面的民心就 向他之餘 亦都向魏陰王子 是 這樣就變成了 然後是很複雜的 其實是搞到更加難搞 更加難搞 大王就說 其實魏陰王子 不只是不想犯的 他也有野心的 也有 也有的 但是 主要是不想犯 但是 但是整天搞到他 搞到越搞越複雜 但是搞到越搞越複雜嘛 還有他最想的是什麼 最想的是 不要啦 不要啦 你們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啦 我 我只是想 快點賣了國家而已 你們搞那麼多東西 我就賣不到國 一個 一個不新的志願是賣國的 的王子 但是將國家越加越好 越來越輕盛 最後 最後那三集就說 剛剛這裏又是用了兩集 三集的 然後最後那三集 很可怕喔 這麼鬼魂的 對啊 但是劇情進展得很快的 劇情進展得超快的 他切很多東西的 所以我說 你看小兩三句 因為他基本上 一講局面的情況 他講得又快 然後 又多國家名的 你一聽小一兩句 你不知道 就知道他們下一步是想做什麼的 但是他處理得好 即他做得快之餘 你看到的時候 他不會做到你不明白的 你只要有留有 他清楚 他講得很清楚 每一件事都 這樣都好 這樣都幾好 然後最後那三個篇 又是一件大事件 他說那個 大寵鳴夫那個國家 又是邀請 又是邀請 衛恩和子 過去他們那裏參加典禮 然後 這一段途中 有一段我很喜歡的 就是 他經過 馬登 因為他就說 自從馬登做了他們十國之後 他們想了一條好方法 就說 喂 東邊那邊 不喜歡西邊的嘛 即是他們的宗教教義 就搞到 不喜歡西邊那些 覺得西邊 不是 西邊覺得東邊是野蠻國家 說錯 西邊是有宗教 東邊沒有宗教 嗯 他們不喜歡東邊的嘛 我想到一條好方法 我們在帝國那裏買貨 然後我們 藝裝作是我們納德拿出品的 然後再在馬登這邊 賣給西邊的 那些 那些神徒 然後他們因為這樣 超級 大賺 然後賺到就說 喂 不用再過十年 馬登可以獨立的 你怕不怕這件事啊 然後 馬登獨立的 的確是要害怕的 但是 現在 那麼好經濟 我們發達了 現在 哎 發達 那就好了 我不用賣國了 現在可以發達 我就可以 一邊享受現在 神經濟的生活 我不賣國了 尼尼寶 怕尼尼寶 聽著先啦 嗯 聽著先啦 你說 你一開始又說賣國的 說這樣那樣 現在經濟好說不賣 聽著先啦 你繼續說吧 繼續出去 繼續出去 然後他們過去馬登 然後呢 好看的就是 他們跟馬登 雖然做了熟國之 但是 中間仍然是會有一些 誒誒誒誒誒誒 那些叫什麼 那些 政治交涉的那些鬥力 就是馬登那邊 馬登現在的王女就變成喉雀 啊 啊 是啊 這個傑樂維亞喉雀 那麼他的家臣就說 啊 喉雀呀 領主大人 不如我們跟偉恩王之提親 只要我們跟偉恩王之提親 而且成功的話 那麼我們 馬登領 第二天就可以在納德萊的 在納德萊裡面的發言權 就可以大大增加 而且因為這個 提親之後 我們呀 那個處境 也都不會 隨時就被別人切割 就是因為他們因為熟國的關係 如果有什麼事是可以 立刻斬了你的 不會被人當球踢來踢去 有這個關係 是的 然後 然後 喉雀就說 嗯 是的 的確是 應該是要提親的 然後偉恩王子 去 馬登的時候 他都說 這次我過去經過 他們一定會找 提親 他說 照這樣 10年之後 他們的經濟力已經可以獨立 然後 跟他跟我提親 然後再獨立的話 說這些話 鞏固地位 之餘 又可以拉攏民心 到時如果要獨立 就方便很多 這樣那樣 然後去到 王女 喉雀一句都沒有聽過 最後 王子就說 你 你 你 然後 有些事情沒有跟我說 阿喉雀說 是呀 不是阿喉雀 是呀 王子說 你是不是有些事情 還沒有說 還沒有說 你是不是要跟我說 但還沒有說 例如提親之類的 那些事情 然後 那時候 喉雀又用了 代理人身份 就是他 偽裝 因為出去 逛街 看看馬燈現在發展得如何 他偽裝了軍人 然後就說 如果你說馬燈的貴族 可能 他現在要負責處理 領內的事 都已經很忙 已經沒有辦法要處理 什麼提親 然後 王子 但是 你說的這些事情 他結婚後 有王子來處理 可能會方便很多 你說是對的 但是 或者可能 王子的樣子 不適合他心髓 然後就說王子 什麼 你真的說我的樣子 不適合你 直心想 然後 然後 他私底下跟 莉莉姆說 他說 莉莉姆 他前一天就說 莉莉姆 剛才吃飯 他一句結婚都沒提過 如果他明天都不說結婚的話 那就變成了我自我意識過剩 是啊 偉恩 你現在才知道嗎 你終於發現 然後 偉恩 前一天就說 不行 我明天一定要在他的口中 拉出結婚兩個字出來 如果不然我就變成一個 自我意識過剩的男人 但其實他完全沒有想過要結婚 他現在變成鬥氣 就是跟莉莉沒有鬥氣 莉莉沒有說 你自我意識過剩 你死蠢 他在鬥氣說 不行 我不是自我意識過剩 為了 讓你知道我不是一個自我意識過剩的人 我一定要 傑樂維亞口中 要他講出結婚兩個字 他講完就是我贏 對 那最後還是沒有說 最後是沒有提到 結果就 為了就 糟糕啊 我是一個自我意識過剩的人 你死蠢啊 終於發現 恭喜你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其實是想引他自己 自己說的 不是 其實喉雀那邊 其實是有這個心思的 但是他覺得 偉陰王子 不是其實偉陰王子 不是我這些人 可以在他身邊 就算你說利用價值也好 我也都沒有那麼大的利用價值 你說我是不是可以很幫助他 我也都未必可以那麼幫助他 這個結婚沒錯對馬登 是很大的利益 但是我的能力 是不適合站在他身邊 即是不夠能力去bargain 或者是不夠能力去 去輔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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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這件寫得不錯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裡面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已經是 周圍的國家去找 偉陰王子結婚 包括王女 帝國王女 但是其實 除了說 基本上全都是政略結婚來的 但是他政略結婚得來 他有說到就是 對哪一邊的利益大 以及怎樣去分析這些利益 就是很多 這些作品類 說政略結婚 很少可以說這類的 他說這些我覺得他寫得很好 就是有什麼真相 還有他說偉陰王子 他前面 偉陰王子跟猴雀在外面散步的時候 微服出場的時候 偉陰王子 他們在說 說人民 怎樣對待人民 民心好是好 但是不能太大意 因為你對民眾太大意的話 你受苦的一定是你的 然後偉陰王子 偉陰王子 為什麼你 明明對民眾很好 但是為什麼你又 對他們警戒心那麼高 那麼警惕民眾 然後偉陰王子就說 你有沒有想過 王族的高貴血統在哪裡來 王族的高貴血統 與生俱來 他出生是王族的時候 他就有高貴血統 對了 如果一個王族高貴 他有高貴血統 即他的高貴血統就是由他父母來的 但是他父母的高貴血統 都是由他父母的父母來的 然後你再數上去 在哪裡來的 如果我們西邊國家的話 我們 我們西邊國家的話 就是 我們偉大的教宗和教宗的使徒 你有沒有想過教宗和使徒 本身是什麼人 他們本身是農 他們本身是農民來的 農夫來的 只不過他們做到一些偉大的事 或者是 受人景仰的事 然後促使到他們變成了教宗和使徒 最後變成了高貴的血統 即是 我的國家納德蘭 納德蘭有80萬人 即是有80個 只要做到一些 偉的 就會變成高貴血統的 無名皇族繼承人 監視著他們一舉一動 你叫我怎樣對他們放心 你叫我怎樣不對他們境界 然後這裏 這裏 即是寫到他 真是一個 一個 一個有能力的政治家 他那一刻是 他既知道民心重要 要利用民心 即一定要掌握到民心 你的國家才會溫得慎 但同一時間他都知道 不是呀 這班人 有些什麼 他隨時真的可以扯到你下台 你不可以 對他們 即是每次對他們 自己國家的國民 很尊敬我 那我就對你放心 你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這件事是 王女沒有想到的事 然後他那一刻就 嘩 他跟我這次真的不同 你叫我跟他結婚 即是 至少 未來不知道 至少以我現在的能力 我沒有可能跟他結婚 即是他是這樣得出了這個結論 其實他都是現實主義 即是 這一段 我可能是整套事件中 我最喜歡的一段 即是你會看到王子他前面 經常在想很多 詭計呀 或者是 做很多古靈精怪的事 不像一個王族 但又說要賣國 但到了最後 其實你看到他是一個 的確是一個為王的人 他真的是一個 王的材料來的 你看到他在這一段說的 他對於那個 統治階級和 被統治階級的 那個 關係的時候 這件事我覺得 射得挺好的 而且他也不是純粹怕民族 怕民族 他說的東西都對 你不要看到你自己的 所謂王族血統那麼高 才可以的 即是王族的來源 都是推翻了某些東西 或者他做了某些東西 得到民望 他才受人認同 然後就慢慢 慢慢才形成出來 即是 根本就沒有所謂 鐵與生俱樂是貴族的 即是他看到這件事 他看到這件事 即是寫得挺好的 這個是 再加上 他在說在西邊那件事 因為西邊所有的 他那宗宗教國家 全部都是這樣的 有教宗的血統 還有使徒的血統 就是最偉大的 然後下面那些 全部當他們是 矮民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他在 他在東西中間交界的 這個國家 即是他同時知道 知道東邊應該怎樣 帝國那邊應該怎樣處理 亦都知道西邊 是呀 你們宗教國家是這樣的 但我偏不走你這套 是啊 那你 你走 血族主義的 但是 你血族主義行得通嗎 你行不通 去到最後 你遲了 又是平民說什麼 血統 血統論說到最後 你都是沒用的 是平民 是啊 是啊 那這件事是 寫了偉恩王子那個 怎樣在 他這個大陸 蠟燭的那件事是寫得好的 然後就說他 但是他就說他不是說 轉賣 做轉口 做轉口生意 做法了 然後他說他做轉口生意 就被其中一個 馬登 貼著馬登的另一個國家就投訴 就說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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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應該呀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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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這樣被人指著 他就不斷就拒罵過 他說 我說你慢慢說 你說 錢與袋 你慢慢說吧 本來是不理會他的 打發了他就先走了 然後偉登去到大寵明虎的國家之後 他本來想跟大寵明虎結盟 趁著這個機會 因為他在西邊暫時沒有一個國家 是跟他有盟友關係 他就說如果大寵明虎跟他結盟 他的軍事力也很高 如果他跟他結盟的話 也是選聖猴的其中一個 他就可以在西邊大陸也有一個後盾 但是大寵明虎不停跟他結盟 然後就避開他 到最後 偉登王子覺得 他不停避開我不跟我說話 然後他們在想 他叫我來做什麼 唯一想到的就是 他在這裡代表我 就是他這樣猜 他在這裡 又不跟我開會談 又不是什麼 只是不停叫我吃飯 好好吃 吃我們國家的東西 這樣 那他是不是想找個機會 打倒我 還是他趁機已經在另一方面 找人來 來襲擊我們國家 然後就立刻回國 回國之前就跟大寵明虎 講了一段 然後那段裡面就說 大寵明虎雖然是損勝後 但是他當本神經是廢的 他就說 超 我落地獄也好 還是上天堂也好 都是我們 都是我們的神 話事的嘛 關下面的教徒什麼事 嗯 又 我不歧視 弗拉姆人 我覺得所有平民 應該要一時同仁 我這樣做 那些人來罵我 到最後 我是不是要上天堂還是落地獄 都不關我那些人事的 那我為什麼要理他們 我當然要跟我自己那套去做 因為他叫慧欣喝酒 然後同時叫莉莉姆 他就說 你是阿慧欣王子還用那個弗拉姆人 你也坐下一起喝吧 那他就說 即是他對於 他沒有種族歧視這件事 亦都沒有跟過教條這件事 那說是這麼說 然後慧欣王子說 果然我應該是要跟他結吻的 然後就說 什麼什麼什麼大王 我忘了他的名字 很難記他們的名字 就說 不如我們結吻吧 然後說結吻好啊 結吻好啊 結吻好啊 結吻的東西我交給 下面的人去處理 你說你有急事要回國 快點回去吧 這樣就裝得好像很好人 然後之後 怎麼知道 隔離國家 現在呢 跟王子 吊咬的王子 轉口貨的人 原來暗地裡 就跟這個大寵明夫 就有合作關係的 然後 阿慧欣王子一回去 就收到消息說 隔離隔離什麼國家 現在說要 因為 跟馬登 在邊境 發生武力的衝突 基於這個合作關係 和盟友關係 這個大寵明夫國王 說要派軍隊 攻打他們 那德拉 什麼話 那個老狐狸 竟然搞這種事 那原來 大寵明夫就說 呵呵呵 這個大陸每一個國家的統治者 都有野心的 嘩 韋欣王子 我看到你野心 是獨一無二 在這個大陸裡面 數一數二大野心的人 那他就說 讓我見識一下你野心是什麼 我呢 最渴望的就是 打仗 戰鬥 韋欣王子 我們來打一場好玩的仗 糟糕 這傢伙都是瘋子 又是瘋子 又是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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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就說韋欣王子 就 跟這個 馬登猴雀 就 去了找 他們 即 是 呃 怎麼說 呃 黑幕之一 就是那個 跟他們炸型那個 就說話 這裏很好笑的就是 也是很好笑的 他大他 他說 喂你這樣攻打我們 你真的不害怕嗎 怕什麼 現在你們違反教條 是你們 你們有錯在先 我怕什麼 哼 看著你 大宠明夫國王 一定可以堆壞你們 然後他說 哦 喂 你覺不覺得黃色是一種很顯眼的顏色 什麼 黃什麼顏色 你說什麼 黃色啊 然後就說 原來 那黃色是什麼呢 就是說 韋欣王子在帝國入口 然後 然後賣去西邊國家的衣服 全部都是黃色的 嗯 然後就說 這些衣服已經在這條 這個炸型這個人的國家那裡 已經是輕到 沒有一個人是不穿這些衣服的 嗯 然後就說 你知道那些黃色的染料呢 是用一些油毒的花來做的 你那個國家好像整個國家的人都穿了那些衣服 哈哈 那你們的國家之後 那些人種了毒 勞動人口就越來越少 年輕人越來越少 那不知道會怎樣呢 其他國家的人 然後就說 然後你們好像會暴動的了 那暴動 你們的軍隊一定很忙的 啊 你剛剛不是說 我們立得來 會被大寵明夫 攻陷的嗎 那 如果被人攻陷了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接納我們國家的人嗎 那 即是呢 身為一個黃 即身為一個執政的人 我最擔心的一定是 即當我們亡國的時候 我們最擔心的一定是我們的民眾 我們的國民 你可不可以救一下我的國民嗎 什麼啊 救你的國民 當然可以啦 根據我們這個宗教 即是 救濟 這個大陸的民眾 是我們的使命 哦 是啊 那麼多謝你哦 我們國家八十萬人 就要受你照顧啦 什麼八十萬人 是啊八十萬人 我國家滅亡了 那我不帶了八十萬人走 他們去哪 被大寵明夫殺 幾百人幾千人都說八十萬人 還有啊 你怎麼帶八十萬人走啊 蛤 你真是好笑 三萬人我都帶走過啦 八十萬人我會帶不走 你說的 即是三萬人就是 商業都市那詞 即是他和他妹妹帶了三萬人走 那原來他這樣帶他 然後他就說 你想清楚啊 我帶著八十萬人湧入你的國家 然後一口氣 你的國家的食糧 儲備 就會被我八十萬人搶走 那到時你的民眾怎樣 你的民眾就會暴動 你的民眾暴動 再加上你呀 你呀 規待我們國家的人民 你的軍隊就要處理兩邊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 我的衣服有毒的 你到時勞動人口降低 年輕人減少 你的國家就越來越沒有人的了 那沒有人的時候怎樣 周圍的國家 看到你的國家的軍隊 忙於處理暴動 你自己的國家裡面的勞動人口又沒有了 那要怎樣 周圍的國家進攻 然後分割了你的地圖 你想清楚啦 你現在走來打我 你猜到時你的國家先滅亡 我那個國家是會死得比你快 但你也不好受的 到時看誰可以 這樣大咬他 然後就嚇到他 蛤 為甚麼會這樣 不可能的 然後這個時候 有個 即是立刻那些戰略報告 那些就來了 有個兵制就進來 報告 納德拿軍大退 然後就說大王 阿韋一王子 嘩 啊 不貴大蟲鳴虎 好厲害 好厲害 這樣看法 很快就會進攻 到納德拿的王都 怎樣 他現在進攻得這麼快 我的國家快要玩完了 80萬人湧進來了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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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瘋了 哪有人會拿自己的國家 來做籌碼的 80萬人啊 說的 原來 連 阿 阿 阿 傑樂維阿 猴子都說 果然王子跟我吸收 真的差太遠了 這個人是怪物來的 有甚麼理由 會拿80萬人 即是自己國家80萬的人 來做生不知 你做籌碼去兇手 你做籌碼 還要拿80萬人 來做籌碼 還要大咬人家 說會滅亡人家的國家 來做這個和平交涉 神經病呀 這個人真是太厲害了 我會拿你來戰屍帝 然後最後 當然是給他一些甜豆 和平交涉 是這樣的 這樣說也不是太好 要是這樣的 現在呢 大蟲鳴夫 在我的陣 和我 在鬥陣地戰 你就在後面 幫我突擊他 夾攻他 如果你幫我 我給你解約 衣服 我做的 我當然有解約 混蛋 你估計 你估計 那隻大蟲鳴 對 只是大咬他 衣服根本就沒有 他自己都說 比他大那個 比他大那個 也說 哪有可能 剛好 那些染料 會有這樣的花 來做這些染料 你大咬我 你是不是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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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誰 看誰 可以大到最底 你大到最底 你可以試試搏 他不是本屁嗎 你可以試試搏 看會怎樣 然後最後 我就說 我有解約 然後最後就屈服了 送幾十萬粒物體沙過去 又是解約 最後就屈服了 然後之後 乘機就 兩邊夾攻 然後就 用回第一閘的戰略 即是馬登軍的戰略 兩邊夾擊 然後等那個王 在第二條路走 然後他們再在那條路 伏擊那個王 然後就成功 這個 他沒有殺到大蟲鳴夫 就 斬傷了他 然後把他俘虜 帶回納德拿 那這裏又是好笑的 大蟲鳴夫說 怎樣 是不是決定了什麼時候儲我營 蛤 儲你營 為什麼要儲你營 儲你營 沒有在數的 我儲了你營 那我就跟雷駛春野教 全面宣展 我才沒有這麼笨 你幫我簽筆 簽一張紙 那你國家的人 就會派人送走你 還有我們已經說好數了 比我大那個人 已經被人扯了下台了 那些賠償的事情 都談好了 那這次就當是 我們大家有些 談不完 就不小心開戰 即是有些誤會開戰 我們三國 然後我們現在呢 之後我們開個三國會議 我們就 然後就結盟 這樣 我們就 以後就有好關係 然後大蟲鳴夫說 我不肯 我不肯 打輸了就要死的 我呢 我就決定死在這裏 我理得你是不是要 我理得你是不是要跟那個國家開戰 跟這個 我們的宗教開戰 那個鬼事 反正我都死了 他就說 扶你這個街 你這樣任救我 不要搞那麼多事了 你走啦 乖乖乖 乖乖 你簽他 你簽他 我不簽 我要死在這裏 我死在這裏 就算了 為什麼要搞那麼多事呢 最後就說 你怎樣才願意簽啊 要我簽 沒問題 我被人帶回頭 然後就 我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想看看你裡面養著那隻野獸是怎樣養的 偉恩王子 你的野心 一定不是這麼簡單 你養的那隻野獸 比起這個國家 比起這個大陸其他國家的人 全部都叫大 你獨一無二 告訴我 你那隻野獸是什麼 然後到這裏 偉恩王子回答了 但是他瞎了聲 他沒有說到給觀眾聽 然後大長命褲聽完之後 哈哈哈哈 好了 你說到這樣 我就想看 然後 偉恩王子說 你看 你在這裏死了 你就確認不到我這個野心 是不是就是真的了 你要不死你才可以看到下去 簽吧 然後就 好了我簽了 我就想見我 就等我來見證一下 你說的東西是不是真的 然後阿王子就 終於解決了這次大件事 但是呢 因為 跟他們西邊國家的國家 打了場仗的關係 首先賠償金已經拿出來 填回這個打仗的費用 然後啊 因為他們跟這個宗教 跟這個 有中 雷麥春野教 背景的國家 打了仗的關係 那些教徒呢 對他們產生了這個 這個 仇恨 誤味道仇恨 就是 有一點點不妥他們 然後就 然後就說 就說 他們的教徒呢 開始不去馬登 就是不經馬登 去朝聖那些 所以他們的轉口生意 貿易壓大跌 貿易壓大跌 然後就說 貿易壓大跌 那就不錯 不用怕馬登十年之後可以獨立 不用怕馬登可以靠這個轉口生意 就 攀到跟我們本國 就是 立得來 平起平坐 然後阿王就 糟糕了 那我們經濟下跌了 我們前所未有的好景氣呢 我們 我們不是 開始 風山水氣的了嗎 沒有啦 鬼叫你跟他開戰嗎 然後就 糟糕了 那我就沒辦法 繼續 癡扯生悶 是啊 然後 然後 王子就 掉 賣國 結論也是 結論 即是他中間 經濟了無數的事情 去到他們的國家經濟開始蓬勃起來 他就說 我不賣國了 我現在 自己國家 這麼好 就是 這麼好景 我在這裡撐世界算 這樣 要不要賣國啊 現在可以了 搞定 然後他就 不是呀 經濟有下跌了 撲回街 買國 那就結論了 其實 表面上是沒有解決過任何事情 因為他從一開始 提出的 帝國那邊要換皇帝 然後說 宗教國家那邊 和宗教國家那邊結盟 這些事情 沒有一件事可以做到 他只要不停發生一些不同的小事件 然後去震大 韋一王之的明星 但實際 大陸台面上 除了馬登滅了國 跟了 然後做了宗國之外 沒有變過 即是你看到 你說他一季裏面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不是做了很多事情 但他不停 局勢沒有變化過 局勢沒有變化過 但他不停被捲入一些 會影響局勢的事件裡面 是 但是很好看 他那些政治膠 那些角力是全部都做得很好看 這套是 極導師推薦大家去看 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 所以你覺得細節也好 大家要了解那些政治戲 因為他剛才說到這麼近 可能真的有些人會看不明 他真的很近 他真的很近 對 但是他可以切得來 又拼得這麼密 又不浪費你時間 但又講得清楚 我覺得他 對 對 算是這樣的 對 而且他說 你一看都知道 是低成本的 但是他低成本的畫 其實很漂亮 對 即是 黃女莉莉舞 以及喉雀 其實作畫是漂亮的 即是他最主要賣的三個女角都 都漂亮的 作畫 阿韋陰王子也沒有什麼 其實 所以 以作畫來說 也漂亮 劇本也寫得好 對 所以很推薦大家去看 對 沒有錢 其實也有很多方法去做 對 都去做了 OK 那 講完這部份的最後一套 這套 我覺得這套可以簡短一點 好 這套就是這個 可以而已 沒有說可以 OK 那這個就是 與變成鳥 異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冒險 對 那這個十三集完了 那 應該會有第二 我覺得以他的影片應該會有第二季 這樣 而且 不過一路看下去 我就覺得 我的感想就是 賴 繼續賴 繼續賴 什麼 什麼 魏陰王子室 不在這裡 就賴下去 對 女神沒有出現 那就賴到女神 一定是女神 肯定是女神 肯定是女神 兩個是 一天都是女神的助澈 令我們 經常對對方有好感 對 對 一定是 但其實 整件事聽到很領機 對 但其實有 這十三集 他不停的描寫 他兩個的關係 你就知道 吃屎 你倆根本 根本 你倆根本 你倆根本 肌那麼簡單 我真的想說 他們那個感情的深厚程度 因為 因為 他們兩個 其實是 兩個極端 神公智就是一個很完美 什麼都很完美的人 但對人情世故 完全不懂 但是 塔斯巴拉薩 他就 人生失敗組 但其實 他是 擁有一種 他平時 跟朋友之間 他有一種特殊的臂力 還有 溝通 因為他習慣了頹開 所以他對於很多東西的看法 比較豁達 然後他 他 但是他兩個 就一直 用這個 兩個 對極的性格 在那裏拆火花 不停地 Fuck up這個異世界 包括 毀滅了別人的宗教 我覺得 他們本來的異世界 都已經是神奇 那 他再 他再Fuck up他 他再Fuck up他 再一次 譬如毀滅了別人的宗教 那個 那個 我們要把美女 憲制給這個 魷魚之神 這樣 沒錯 有魷魚 魷魚之神 即是黑蘇魯 才加50分 OK 分回來 要憲制給這個魷魚之神 然後 然後 他們之前已經得盡了那個精靈 什麼精靈女王 那個精靈女王 就找他們尋仇 結果 本來想著 我已經 拋棄了一切離開 來到這裡 我 去到這一刻 結果是因為 那個精靈女王 和 這個 塔斯巴拿 同時被人捉到 他們就 死了 我們只可以獻制一個 給魷魚大王 這樣 一看到 塔斯巴拿 因為塔斯巴拿 她轉了做少女之後 她的樣子 已經天生 有個debuff 魅惑所有人 那些人就想不想 就做塔斯巴拿 塔斯巴拿 那麼多 然後那個 那個 精靈女王 就說 我屌你啊 他們燒了我整個森林 我走來找他尋仇 整個人生被他們屈辱 被他們屈辱 被他們屈辱 被他們羞辱到體無怨呼 現在連做製品都要輸給他 頭目 是很大的猛肉 頭目 頭目 沒有頭目 我不想啊 頭目 頭目你冷靜點 最後 結果最後 他們在神公寺 和塔斯巴拿 和妖精女王的合作之下 他們在那些民眾面前 山湯了他們的魷魚之身 然後就說 你看看 你們這些神啊 這些叫神嗎 因為他們殺完他之後 還要找個放火燒 然後燒完之後 還要割下來吃 他說 蛤 這樣叫神? 神是這麼好吃的嗎 結果整條村的人 把他們的神 分成師 來吃 這個是 小水餃的 那個什麼 什麼 小水餃的 那個 那個 開始 又是很餓 因為打不出來 那些人 一些人肚子餓 但是令到精靈女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森林守護神的肉 他還要覺得這塊肉很好吃 但是他早一閘才吵架 神公子一定你們殺了我的守護神 我不可以放過你們 他還要剝了守護神快報去試閘賣 神經病 證實連燈的說法所有男人都是隱性機 但是他們兩個不是機那麼簡單 我一個人的程度 還有中間我想說 他中間有其他角色 其他配角 我很喜歡黑色劍士 Sivoloz 他穿黑色衣服 黑色頭髮 整個輪子擺明就是同狗 有沒有第二把劍 沒得一把 很可惜 他怕抽得太多被穿過 所以有一把劍 他有一把神劍 比較正式奏女神祝福的人 就不是他們兩個所謂祝福 其實是樂助奏給他們 那 還有就是 但是他最初出來 真的很像同狗 有點喜歡病 但是他劇情的推進 他被這個世界的衛兵 士兵獎 訓練過他 十日觀 訓練過他之後 他又真的慢慢像樣子 他又真的 對 我應該要 既然我有能力 我應該要盡量幫助其他人 不是嗎 最後 為了救達斯巴拿 他是幫神公子 拿他的魔劍 不斷幫他擋光炮 然後就說 還有神公子 是道德綁架 他就說 你看看對面那部終極兵器 他準備開炮了 你打算怎樣做 你 你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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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問神公子 你不是有方法對付他嗎 我沒有的 我想他靠你的 你把劍不是什麼都可以嗎 就拿你的劍去擋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 他首先說 我要去救達斯文 然後 然後 我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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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但是 神公子先生 他準備開炮了 所以就靠你了 蛤 為什麼 神公子先生 你不是搞得好嗎 他就說 不是 我跟你講話 我現在沒有buff了 我記得不行 只要跟Tachibana離開了 一段距離之後 就會沒有了 我現在佔一個普通人 所以靠你了 對 然後 然後 都不要緊 還要再加多一句 你看看你身後的人 只要你擋不住 他們就死了一條 跟轉後那個 你按錯鍵 就會很多人炒車 那種感覺 一模一樣 然後 然後結果 結果 阿蘇貝拉著屎 拿他的魔劍去擋槓炮 行了 我做了 我做了 我不做大家都會死 現在就做了 可以了 可以了嗎 你滿意了嗎 開心了 開心了 他 疑空之劍 我覺得他的劍 他的劍比較厲害 他的劍是超厲害的 然後 他 他 他的夜之女神 平日 一直在那裡睡都不太正常 而且他都有點喜歡 所以就找了一個這麼喜歡的人過來做劍者 就是 那個女神 那個格子 跟阿蘇貝拉著也是差不多 但是他最後真的變了一個 不 還有 Sivorosh最後還是 從之前是一個 喜歡病的人 他都變成一個 去點醒神公寺 去救阿塔芝巴拉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是猜不到 不是純粹要來收 這個角色設定出來 不是要來純粹收容 就是 又寫他成長 又寫到他怎樣去幫助 神公寺和阿塔芝巴拉 又呢 那塔芝巴拉和神公寺究竟有幾 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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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有儀的關係呢 就是他們 就是 他們 最初的buff 就是 阿 阿 阿 哪個 阿塔芝巴拉就是超強的魅惑能力 那神公寺就說 只要和 剛才他的理解就是 只要和塔芝巴拉接 距離近的時候 他就有很強的debuff 幾乎無敵 那 那 然後到尾那幾集就告訴你 原來 他和塔芝巴拉的所謂距離的接近 不是說這個物理上的距離 而是深的距離 對 只要 因為那時候塔芝巴拉中了對方的那些魔族的debuff 引發了那些黑暗面出來 引發了他對阿神公寺的負面情緒出來 因為他覺得 一路以來 你都是 一路以來 你都是 你都是做最威的 我一路做地底 站在你旁 一路以來 我都很努力的了 為什麼 你一路以來都不讚我 你一次都沒有讚過我 給我贏一下 可以嗎 給我贏一次 你 你找一次讚我 可以嗎 結果 他就是因為這個理由 就拿著滅世兵器在那裡搞魔旺 是 是護國守護神 仿制守護神 是跟第一集那隻守護神做出來的 就是這樣 那又是這個 護國守護神去搞事 然後呢 阿神公寺 然後阿神公寺就說 不是 然後阿Supology就說 喂 那你隨便讚一下他 為什麼阿神公寺就說 我覺得 塔芝巴拉 我覺得你 好有型 然後塔芝巴拉 你一開始都會 不是 他還沒真是讚的 一點成績都沒有 然後就 繼續打下去 然後到後來 那阿Supology是怎樣 醒醒他們 阿 然後阿 塔芝巴拉就說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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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們兩個是不是互相妒忌對方 阿Supology說 蛤 朋友之間怎麼會妒忌啊 神公寺就說 什麼啊 好朋友之間互相妒忌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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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中有些事情會妒忌一下對方有什麼問題啊 你 最重要是 你除了妒忌之外 你還有其他感情的嘛 麻煩你面對 麻煩你正面面對一下這件事 可以嗎 你不要經常否認 然後這裡就點醒了阿神公寺 然後走進去找阿達芝巴拉 然後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用一個 長達 兩至三分鐘的 的 連續讚美 就讚阿達芝巴拉 究竟有幾好 然後呢 水蛇槍那麼長 水蛇槍那麼長 對 是讚到連一些很微細的東西都開始在讚 我覺得你 其實你運動神經不是真的你想的那麼差 其實你 你好在乎身邊的人的感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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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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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笑話 你明明那些笑話好爛 就有辦法令到 對身邊的人都會笑出聲 你明明呢 你明明呢 對 你明明呢其實去 好 經常呢 滿口都對你的家人很詐型的 但你都好照顧他們 你呀明明 你呀 你呀 你呀吃燒肉的時候 是 是 是會特意用另一隻筷子去點醬 就知道了 然後越說越細緻 你排隊的時候 你會很小心留意身邊的人 所以 不不不不 一直讚到 讚到 分別紅了 然後阿神公子就說 那你明不明白 你明不明白 我為什麼不讚你 因為我讚過就會停不到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人 然後我心裡 心裡 我 先生 我看不到東西 我的螢幕突然白了 什麼都看不到 為什麼可以這麼閃 明明兩位都是男人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麼閃 神經病 愛之國的情報 部門完全沒有用 很可怕 還有就是 那個什麼深的距離 就是 延續就是 其實 正式的勇者應該是塔斯巴拿 那 但是神公子是 是大過來 但是神公子 她說的那個buff 就是 跟 因為 跟塔斯巴拿有連接 然後會變強 這個buff 究竟一個源頭在哪裏呢 就是 他們終於記起 是因為 因為 因為 因為塔斯巴拿 小時候跟神公子說過 嘩 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樣東西都這麼精通 你真的好像動畫裡面的英雄一樣 然後呢 去到寫我的自願的時候 神公子就真的跟Tazibala寫的用法 我要成為英雄 所以呢 他來到這個異世界 他就成為了Tazibala的英雄 但是我想說 他們兩個回憶起小時候的那一幕 我看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想起的是 男子高速失職一相 阿參田 阿參田說回他小時候被人欺負 然後有個戴面具的年輕 兩隻手 綁著那個橡筋 他射橡筋來救我 我只想起那個一幕 然後去到隨便他那一刻才知道 為什麼啊 為什麼要去寧村啊 其實他有一點想做這件事 但是他又搞得很閃光 然後到最後 原來他們 他遵守了承羅 他成為了Tazibala的英雄 然後最後還要反擊了 就是他們完結了這件事之後呢 因為一路以來 其實都是因為Tazibala 用著那個 她那個什麼絕世之美貌這個buff 經常搞到 阿神公子陷入這個魅惑的狀態嘛 那經過這件事之後呢 阿神公子竟然 阿神公子竟然 令到Tazibala中了一次魅惑狀態 哈哈 然後他們就說 混蛋了 如果萬一我們兩個同事都中了魅惑狀態的話 那不就沒有人制止了我們 沒有人制止了我們 然後他們就開始無限FF了 就開始兩個拍拖 然後結婚啦 然後生孩子啦 然後白頭到老啦 然後還要一起 一起撞到同一個墳那裡 哈哈哈哈 然後神公子竟之無 還要來 然後他們呼應第一集 嘩 女神的助就真的很可怕 不行 我們一定要在真正愛上對方之間 徹底的殺死這個魔王 然後回到原本的世界 對呀對呀 繼續說吧 你繼續說 肯定是女神的錯啦 一定是女神的錯啦 沒有可能不是的 哪有可能不是女神的錯呢 是啊 對呀 那 所以整套東西就 嘩 好好 真的很好笑 這套東西 不 我覺得 他Fut up的異世界那些東西 真的很好笑 不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我真的大笑得出聲 是 是 他們去到那個黃都 不是那個神語那裡 然後 不是 去到黃都 然後 然後 然後神公子 然後神公子 哼 那個八婆的神典 裡面一定是那些 晚間泳池 那些Disco式 那樣的 不用問一定是 然後 然後 怎麼可能 然後一看到 咦 為什麼 修女 這麼正常的衣著 啊 難道是我猜錯 然後就進去 但是一進去 你們換了這件衣服 三點式 還有這麼細的一塊布 你確定這件真是 參拜的正式服裝 是啊 換了它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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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門 然後打開門 我 果然這個女神 都是 都是瘋了一根的 我真的笑了 我也被她拚了 就是說 他說 一定是那些什麼 Night pool 夜晚間泳池 日本很流行的 然後 然後 塔斯巴說 不會的不會的 怎麼會這樣呢 我這麼瘋 我這麼瘋 然後 到修女出場 然後 看到修女好像很正常 我那一刻 我都 沒有猜錯 不是 不是 不像神公子那樣說 都好一點 然後 一打她 你 你 你 這樣 扭了三次 這樣扭了兩三次 有事 然後 還有 剛剛 那 那 嘉希 講國王 國王又很久都好笑 他講神譽那裡 他在拿個薯琴 然後 用唱聖詩的口吻 在那裡唱 神譽 但是你看到那個女神 是那個Postar裡面 那個粉紅色JK少女 他的神譽就是JK JK那些口吻的說話 那他就用這個唱聖詩的方式 將這些JK說話 就在那裡唱出來 那個國王 那他就說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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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神譽 人家 現在 有些話 要跟你們說 然後 然後又說 現在 魔王打到你 我派了勇者來支援你們 然後又 類似的 他就說 我來換 我來換 然後 最後 最後 神功 最後 薩斯巴雅 果然是神譽 無論任何方面都很重 擊 然後 旁邊 所有人 各自世界的人 完全不覺得有問題 我拍手 那 國王的聲音 真是天賴之音 唱得很好聽 又 還有那個 音樂是真的唱得很好聽 但你聽到那些歌詞的時候 真的很好笑 因為我覺得是 這套東西是 就是 說那兩個的關係 以及說這些 怎樣發揮世界 都是說得很好笑 那 那 是 今季來說 又是好看的作品 那 應該 他的人氣 希望他會有第二季 我覺得繼續看那兩個 好笑 到底可以賴女神賴到什麼時候 還有我作者想的那些異世界的東西 是 都很 都很反 異世界潮流 那些東西 他在做那些東西 對 不斷扭 就是 之前 那些老套的 起碼你有新衣 你有新衣 對 異世界 已經 哎呀 魷魚 我覺得魷魚 真的很好笑 神經 不過很多 其實 很多 其實 他是把 那些老套的東西 扭一扭 扭一扭 做另一件事 還有就是 你怎麼會猜到 那個任性公主 你以為 你以為拿來去 玩一兩集 等他和 他和 塔斯巴拿做好朋友 就算了 怎麼會搞到這麼嚴重 他拿那個公主 玩了一集 他都搞政變 還有被了 叛亂群 他和塔斯巴拿搞到 他扭 平時這些公主角色 扭到來這樣玩 他扭 他拿一些 他拿一些以前有的東西 扭 然後自己扭 成另一個 玩法 那是很好笑的 劉家希 阿家希 就說很喜歡這個公主 公主 公主也是神經 是啊 最後搞了一大輪 最後一大輪 然後終於收拾了他的冷攤子 他就說 大家 這個時候不要自殺大家 這個時候 正在追究大家的錯誤 於是無補 塔斯巴拿說 你們最沒資格 那些說話 整大事 你搞出來 哈哈 這樣 他還要加上 因為他寫到的那些人 都很瘋 所以就容易 他就可以寫很多 寫很多少料 還有這套也證實了 日本做的門 是很堅實的 喂 他那句話 擺明是有 有 有疑點 即是 有疑點 他說 根據防震 規格來 做的門 擋Laser 可以材料 很堅實 很厚 很穩固 但是你擋光炮 大哥 是啊 他照了他們平時那套 那套 那套 他們以前公寓那套門 擋住 擋住 守護神兵器的Laser 果然日本製的木板就是不同 不過 我已經不想逃走 黑色劍士很正氣 是啊 這個黑色劍士很正氣 但是現在暫時分開了 所以看一下 我很想他有第二季 我很想看一下他們 除了看他們 我覺得審問官一開幕 他說 他吵架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沒有問題 這個頭 你是不是精神有些問題 喔 然後去到修痕完 現在黃刀出回來 他已經被他攻略了 那一刻 那一刻 他被他媽媽 其實他比較像媽媽 對 像老母 多些 他是武愛方面 武愛方面 武愛方面攻略了 攻略了審問官 對 成為異世界的高層 他們都是喜歡的 什麼 那道門呢 愛之慘 喔 對 他們的情報部 徐方寶那個 沒有用 你一直說他也是 是機的 然後誰知道 不是 原來不是 原來他只是想按摩 但按摩完之後 你又覺得他不是 他好像也是機的 對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這樣 那 那 情報部門完全沒有 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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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後 什麼都做不到 對 我覺得是 好 我也期待 第二季 繼續 看看我們如何 遇到那些瘋子 兩個人如何 侵對方 那差不多了 不如這部分就來到這裏 果然一講就講很久了 作伐少了就講很久了 無解 偉恩王子太厲害了 偉恩王子厲害 拜王子厲害 王子厲害 插王子 插王子 多虧有王子 我們立得來 終於發威了 一切都是王子的功能 沒錯 我們Part1來到這裏 今個禮拜就完結了 我們下個禮拜會繼續講這個舊翻 Part2除了會講下下個禮拜會完結的作品 還有幾套呢 其實今個禮拜完結了 不過我想留下下個禮拜特意招呼一下他 我們下個禮拜再繼續 今集來到這裏 我下個禮拜再見 那